我是新北青少女的照片 回去的維新外科的姊妹 我參加這樣的情況很多年了 我不是青少年的服侍者 我只是一個家長 我是一直很謝謝弟兄姊妹 多年來在孩子身上收到個勞褲 因為我們一個孩子在家裡 常常是讓我們很頭痛 但是你們要帶這麼多的 調皮老大的孩子 而且還有那麼多的餘力還陪他們 我真的是覺得很感動 謝謝 我自己是覺得說是這樣 為什麼我每年都要來呢 因為我覺得我需要來 被成全 我需要觀念好 被更新 我需要在家裡陪同牧羊我的孩子 所以現在在場 我們就有很多個都是陪我孩子一同長大的 從他國中一直到高中 現在他逐漸中一年級 那也很謝謝姊妹們 剛剛師母講 有一個媽媽級的姊妹在他家打開 為著他們 所以我是覺得主啊 我們的孩子需要一棒接一棒的 來顧到他們 我不僅要顧到我的孩子 我要顧到他的同伴 這樣我的孩子就長得好 我真的是為了一瓶牛奶 養一頭牛 所以我會覺得 我這樣的付出很喜樂 希望有更多的家長拿起負擔來 你不要眼光只看到你的孩子 你會很傷心 但是呢 你同時顧到很多的孩子 你會覺得 唉唷 我的孩子 不差 然後我在生命教育做了七八年 所以我就覺得 唉唷 我的孩子不差 我就顧到其他人的孩子 我就覺得主要 我雖然是只有一個多生子 但是呢 他是卻在一個 健康照顧的生活中長大的 希望家很多人拿起負擔來 家打開 不僅顧到你一個兩個孩子 還能顧到你多幾個孩子 你們來講 我很珍賞 因為我們在這次的 聚會裡面有這樣的安排 預備和見證 在這陣子時 因為我們提醒我們 主的恢復 助索 生命 過於助索工作 非常摸著我第二篇的 第五個大點說 服侍者 需要看見 覺得每次來到這樣的相調裡面 就幫助我 重新看見 因為我們說 屬林的工作 不是外面的做法 乃是 活的工作 有生命的果效的工作 必須是在零裡做 常常跟家長說 不要說你的孩子 在聚會中 是那樣 為什麼回家 變成這樣 是說他在聚會中的樣子 才是真的樣子 你要有一種的盼望 特別這陣子 我們覺得 孩子們 受到這個3C的產品 受到非常非常大的 誘惑影響跟霸戰 還有我覺得 我非常堅響 我們在桃園 有一般的 丟福妹 我們每一周來在一起 祷告 就周三的晚上 我們祷告一個小時 你要邀請家長一同的來祷告 為了屬林工作 生命的事 為他們留祷告 好 不僅這個 學生受3C產品的影響 我想 服飾者也受3C產品的影響 所以我們高雄的這個 高中特會開始 國中特會開始 我們都暫時 全部 保管手機 我們接下來分享 你可能是1分鐘 如果你很豐富 腳不好 沒關係 我們再排一次 對 所以請你幫我們做提醒 感謝主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 這樣的特... 在這樣的幾條 因為我在參與服侍青少年 大概才半年左右的時間 那我願意來參加 配合服侍青少年 也是因為 我在青少年的時候 也被一群的服侍者所服侍過 然後就 有這樣的服侍來服侍這些青少年 那在服侍的時候 我才發現自己身身的 不足 可能不夠 我們現在參加一個聚會 一個聚會的時候 我弟兄有說 這個... 一降工程換蠱蠱 常常我們在服侍人的時候 就把人服侍死掉了 對 那... 所以說 我才是需要借這樣的幾條 然後來更新變化這個人 那我才知道怎麼樣來 服侍青少年 對 才不會這個... 才不會... 借人因為他們的死掉 然後我才能... 可能又長大 所以我需要借人這樣的... 借人在這個其中 經過一些的成全 那我才知道 怎麼來服侍這些人 對 對 感謝主 我覺得這真的特惠給我 很深的感覺 覺得我需要轉變我的價值觀 看... 看中青少年的價值 好 讓我的服侍有所保留 因為我把我生活的品質 看得比青少年還要重要 好 我覺得那青少年 不是他們不行 是因為我是他們最大的團族 好 求求連評我 讓我更大的度量來 愛他們 把他們服侍到神的面前 好 對 好 謝謝主 我覺得佛祖 我在這邊看見有一個價值觀 好 看到神 他實在是保愛少年人 好 說我服侍少年人 今日是我們的喜樂 好 大人是我們的冠冕 好 看見我需要有我的負擔 好 真實心性的負擔 好 握住我們的服侍 神服侍的每一位青少年 把我們帶到神的面前 都把神服侍給人 好 得住我們的服侍 好 我們開展 好 我們進取 好 你們 我們寶貝啊 第二杯訊息講到說 中學生的聚會 讓中學生自己做 好 在弟兄們的帶領下 就是我們服侍者 能夠讓那個中學生 讓我們的青少年自己 能夠在聚會中 能夠自己拿起負擔 但是服侍者可以在聚會前 有一些的照料 聚會中有些的護習 那之後就會 週間的 部分的話可以給他摸牙 以過我在這個 週間跟金少年 我晚上玩倒 那個金少年實在是 很軟弱 但是我覺得說沒關係 時間還很久 有沒有 沒有想到一個以過的 國中小孩啊 他竟然帶他國運票來了 這是很有棒的棒棒 那我也為求主的聯名啊 在我家圓南 停掉的這個 國中姊妹的家 能夠打開 可以 可以 感謝主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樣的一個 聚會當中 那開始 新少年的服侍呢 也剛好跟上 之前的弟兄一樣 大概也是半年 那在這半年當中呢 其實我們常常都彷徨 不錯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青少年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聚會 幫助我們 該怎麼樣面對青少年 感謝主 在這半年的過程當中 實在看見 青少年 真的是一個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一般人 對 感謝主 就是這份出乎意料 讓我一直願意的 在這半年當中 甚至在這 往後的聚會生活當中 都願意為著青少年擺上 Amen 是 我等等 需要為我們的少年人 擺上的心力 對 我就是那個 弟兄見證的那個金毛獅王 感謝主 但是主的憐憫 是我能夠在這裏配搭 不是青少年 我奉獻自己 人生經歷有何等其妙的大改變 因為摸著第三篇的第三大點的 第二終點說到 我們中學生的工作 沒有啟用家庭配合 這就證明我們最少合作的精神 見到的還不夠多 其實用家庭做學生 對學生工作是一大幫助 在贏過的一中 有一個弟兄的家 就是為一大的學生打開 那天我剛好接待那位弟兄的家裡 那那個弟兄呢 就是 他 他是住學校的旁邊租房子 那他有一個室友 就是 他也是 從前也是不贏朋友 但是那個室友呢 就是利用那個弟兄 要他去做許多的事 那當那個弟兄知道說 他被那個福音錶利用的時候 他決定要跟他斷絕的關係了 那 但是那個福音錶盤威脅那個弟兄 那在這樣的情形裡呢 那個弟兄呢 就找了 這個為他打開的家 他有這個很深入的交通 在那個交通裡實在是非常的甜美 我們交通來我們也為那位弟兄祷告 那位弟兄給自己也跟祖祷告 就呢 感謝祖在 在前幾天那位弟兄就搬出了他住的地方 那他今天也 也跟著宜蘭的弟兄到了 三位所參加全時間呼召聚會 那那個需要看重每一個人家 那我們家願意打開 我們的少年人就能夠因此得著 得著顧惜 穩固在聚會生活裡 我是國中老師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科會 經過這幾天的交通 我知道說自己也很少把 用服侍的眼光來服侍這些少年人 我很摸著弟兄說 我們不定罪 少年人並不代表說我們要降低標準 就是我們不多說 但是要多活 我看到說自己是何等的屬肉體 所以難怪我沒有辦法服侍他們 但是我也很有盼望 因為弟兄說 神說他要將他的臉交換 在一切屬肉體的人身上 神的自作是坐在我的身上 也坐在這些少年人身上 讓我們一同被成全 對 I do. I do.